这绝对是二零二三年 这一拳一最经典的印尼恐怖片 女鬼每次出现都会让人不寒而易 整部电影充满活力 强烈见牙艾特你的大冤众朋友一起观看 故事开始 小丁和小卡是最好的闺蜜 他们邀请了一群男朋友到家中聚会 那天晚上他们喝得那叫一个嗨 八个人喝了542.77斤啤酒下毒 事故发生了 小丁去浴室想吐几斤出来 没想到卷毛也偷偷地跟着进来 在酒精的加持下 卷毛也露出了牲口本性 但很明显 小丁不喜欢卷毛的 赶紧把他推开 吓得夺门而出 他临走前还叫了几声小卡的名字 但不见回应他迅速逃离了小卡家 然而 小卡第二天就莫名其妙消失了 当他的母亲没一回到家时 他发现门不仅没有锁上 而且客厅也很乱 没感觉到不妙 便迅速寻找小卡 但没有看到女儿的踪迹 浴室里还留有一丝血迹 这里好像发生了什么 没直觉女儿出事了 就赶紧给小丁打电话 可小丁自从昨晚离开以来 根本没有联系过小卡 他也不知道小卡去了哪里 只能说会把小卡找到的借口 搪扫过去 转眼间 一个月过去了 小卡还是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没心急如焚 别无选择只好跑去问神婆 神婆拿着小卡的照片 烧在祭坛上 可他一问 却突然大惊失色 小丁得知这个消息后 来到卡拉家看望 梅伊不能接受这件事 回家后 他立即放上小卡的照片 然后点上三主清香 想把小卡的魂请回家 但就在这时 小丁来看望梅伊 但他一看了就看到了 一个奇怪的场景 小丁害怕的逃跑了 小丁刚走不远 就遇到了之前的神婆 神婆问他旁边的朋友 是否生病了 小丁仔细看了看周围 没有发现别人 但他的前脚一走 镜子里就出现了一个诡异 不久之后 卷毛也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他晚上坐电梯回家 但电梯的每一层都会停下来 每一层电梯外面 都站着一个红色衣服的女人 而且一层比一层距离近 卷毛一看就慌了 这个红衣女子真想失踪的小卡 他迅速按下关门键 结果下一秒 发现阿飘战就在自己身后 卷毛刚要冲出电梯 但他的短腿终究被拉垮了 你以为把卷发的身体拉进了电梯 却把头留在了外面 随着电梯的不断上升 卷毛的结局可想而知 第二天 小丁收到了一段卷毛死亡记录的视频 他放大了视频 发现门口还站着一个红衣女人 有点像自己的闺蜜 如此奇怪的死亡根本不像事故 小丁在卷毛葬礼上告诉朋友 小卡的鬼魂回来了 听了之后 几个男人立刻看起来不一样了 似乎故意隐瞒什么 回去的路上 小美很不安 觉得她应该告诉大家那天晚上看到的一切 但她的男朋友阿强不想卷入其中 但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人 突然出现在前面 还没来得及刹车就撞了上去 他们急忙下车检查 却连根毛都找不到 然而不远处 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 慢慢的站了起来 阿强赶紧叫上小美上车 一踩油门 跑得非常熟练 然而 就在她稍微震惊的时候 接到了女朋友的电话 如果女朋友没上车 旁边的人是谁 阿强回头一看 却看到了一张恐怖鬼脸 她吓得立刻跳了出来 但就在这时 一辆车迅速驶来 阿强瞬间隐喊西北 解决掉阿强后 女鬼又来找小丁 这时 小丁的弟弟正起床上厕所 发现身后有个黑影 我想这孩子是第一次见过 他并不慌张 他还一步一步的向前观察一下 女鬼见他那么不给面子 立刻愤怒了起来 弟弟惊慌失措想跑进屋躲避 但门打不开 看到黑影越来越近 男孩不得不跑到一个角落藏身 他探出头 看到小丁出来找他 弟弟赶紧上前把姐姐推进屋里 然后还锁上了门 听到弟弟的尖叫声 小丁终于醒了 他很快跑到弟弟身边 发现弟弟飘在板空中 然后扑通摔倒在地 但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敲门声 他知道外面有鬼 可还是打开了门 还好敲门的是小美 他很幸运地逃了回来 他很不理解这女鬼为什么要伤害她 他两个没做过对不起小卡的事情 为什么女鬼这么无差别的杀人 下一个可能就轮到他和小美了 于是他们打电话给那晚的几个朋友 三个人立刻去找神婆 神婆了解情况后 拿出一本蛮是中文的通声 上面说 穿红衣服死的人 如果有怨恨 就会变成恶鬼寻仇 是那种不杀光不罢休的鬼 直到灵魂得到安息 才会去阴间报道 如果你想终止这一切 必须找到对方的尸体 否则你们每个人都要陪她 小丁一听就害怕 之后 神婆点燃一把清香 准备开弹 邀请小卡拉的灵魂 问她的尸体在哪里 不久之后 地面开始剧烈晃动 房子里的灯也熄灭了 这时 小丁进了幻境 她看到小卡被羞辱的场景 羞辱完还被投入深井 太残忍了 小丁醒来时发现神婆被女鬼附身了 小美和小丁一看 立刻起身逃跑 可女鬼却抓住了小美 然后落手破花 折断了小美地脚踝 解决了小美后 女鬼又扑向小丁 眼看就要被她掐死 在关键时刻 大根抄起木一砸向神婆 神婆被激怒 起身扑向大根 没想到用力过吗 没杀住车 直接冲出了阳台 把自己摔了下去 看着这样一个悲惨的场景 后来 小美被送到救护车上 小丁还怕下一个就是她 决定和大根一起去小卡家 看看有没有新发现 奇怪的是 当他们来到门口时 发现她家的门没有锁 他们一进屋 就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 小丁赶紧跟着味道找了过去 却发现散发出味道的是小卡的卧室 当他们打开门时 他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场景 看到小卡的母亲穿着红色的衣服 已经挂在卧室里了 思想相当憨人 尸体已经腐烂 原来最近一直是她母亲的鬼魂 找他们寻仇 母亲对女儿的悲惨死亡 悲愤不平 她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从而变成了凶鬼为女儿报仇 但小卡的下落至今仍是个谜 为防止她母亲在报复 小丁用灵符盖住全身 然后迅速将她火化 以为一切都会结束 但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 那天晚上 病房里的小美突然接到电话 拿起来一看 竟然是小卡打来的 这时 房间的灯开始闪烁 她睡的那张病床 自动慢慢抬起 她似乎被某种力量压住 根本无法移动 只能接受自己被制裁 解决小美后 女鬼又找到了小丁 当她听到浴室里似乎有人在洗澡时 她进去检查 但她什么也没发现 这时 身后的门自动关上 恶灵突然出现 把她压进浴缸里 在挣扎的过程中 小丁不小心打开了排水口 把水放干才逃了一劫 但是小丁还没来得及呼吸 弟弟就拿着刀又劈了过来 很明显 她已经被女鬼附身鸟 但幸运的是 弟弟只是个孩子 小丁赶紧拉下浴帘 把弟弟裹成粽子 然后紧紧抱住她 女鬼挣扎了很久 只好离开弟弟的身体 看来要想彻底结束这件事 就必须找到小卡的尸体 可小卡到底在哪里 当小丁白思不解释 希望迟力的滴水声给了她灵感 她记得去卡拉公寓的时候 不小心听邻居说 最近几天自来水臭得很 她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很快就来到了小卡家的厨房 果然在水龙头里发现了一缕头发 她冲上屋顶 迅速打开水箱 里面躺着正是小卡的尸体 小丁此刻不顾恐惧 迅速伸手去捞尸 却发现小卡手里拿着一条项面 大根的名字还刻在这条项面上 但就在这时 大根突然出现在小丁身后 直接给了她一滚门鱼 然后把她推进水箱 幸运的是 小丁一时清醒 挣扎了几次后 她浮出水面 小丁还想问为什么 但对方直接关上了盖子 一人一时就这样关闭在水缸里 看着闺蜜的尸体 小丁忏悔说对不起 这时小卡的尸体转向小丁 瞬间让她看到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原来大根是小卡的男朋友 那天晚上小美离开后 小卡被铁柱扶进了房间 强制做了广播体操 大根赶过去的时候 一切都太晚了 只看见铁柱躺在她的床上 这时小卡正躲在浴室里哭泣 看到男朋友来了 他急忙上前解释 可恼羞承诺的大根却推开她 结果她用力过猛 导致对方头撞到浴缸上 本来还可以抢救一下子 但大根却冷眼旁观 直到小卡死亡 为了掩盖罪行 大根把小卡尸体放回铁柱身边 当铁柱醒来时 发现小卡已经没钱了 铁柱知道自己的实力 以为小卡是因为她而死的 就在这时 大根刚好又推卖而入 直接上演了一出在床桌间的好戏 铁柱就这样背了黑锅 但为了掩盖小卡的死因 打了铁柱一吨后 立即假装帮她摆脱罪行 鼓励她把小卡的尸体 扔进屋顶的水箱 这时铁柱赶到楼顶 小卡拼命呼吸 并告诉她当时的真心 人是大根杀的 铁柱听了之后很生气 对着大根就是一顿暴走 但是铁柱打完就跑去救小丁 结果趁铁柱不注意 直接把铁柱推下高台摔死 现在只有诡制到大根的罪行 小丁准备被淹死后 尸体突然睁开眼睛 覆在小丁身上 大根此时正处理铁柱的尸体 身后的水箱突然剧烈颤抖 这奇怪的场景直接吓坏了大根 然后冲出一片水花 直接倒下在地上 在大根惊恐的目光下 小丁以极其奇怪的姿势 从水箱里爬了出来 大根吓得马上跑了 但楼梯下却站着小卡的母亲 大根进退两岸 只能认她宰恶 如果要把她扔到屋顶上 然后小丁拿起刀 插进了大根的心里 大根箭跑不掉 还喊着小卡的名字 打起了感情牌 你还别说 还真的有应 就在小卡愣住的时候 大根拔刀反伤 还刺了小丁一刀 看到小丁即将成为刀下亡魂 小卡从水箱里的爬到大根身后 这温柔的拥抱哪个男人会拒绝 大根兴奋的站起来 拼命的想摆脱小卡 但小卡牢牢锁在大根身上 拖着他一起从高楼上摔下来 场面相当温馨 大根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故事到此结束 我是东蒂 感谢观看